選美都會有蠻多 那個包廂裡面 全部都是男生的長官 要試探你是 什麼意思 參加那個國際小姐 我就扛了70幾公斤 80幾公斤的行李 來 選美獵人 一起來歡迎我們這位 正妹高 曼蓉 Let's go 來 曼蓉 曼蓉應該是有來過節目裡面 對嗎 對啊 是 總算來了個香香的 葡萄公主 什麼是 你真是葡萄公主 是那個美人腿公主 對 都有 你也是美人腿公主 現在是中信啦啦隊 中信兄弟 天啊 中信兄弟啦啦隊 你從11年很久 從我16歲開始 然後我是來自我的家鄉 是南偷菩利 難怪美人腿 對 那邊就舉辦了 美人腿公主 然後我從小就 美人腿的腳白順 腳白順 塔北順 塔北順叫美人腿 塔北順 就是我一生都無法參加的比賽 就這樣 可以 或是萬籃朱小潔 可以 比較快 對 結果就從10來歲 16歲 對 因為那時候 每個少女 心中都有一個公主夢 對 戴皇冠 然後我從小就看到很多姐姐 她們都戴皇冠 就覺得我有一天 想要成為 像她們這樣子的公主 對 欲戴皇冠 必成其重 對 妳一定會有一些 妳需要準備的 對不對 那個壓力各方面 可是不是聽說 學美都就是 有黑幕 有內幕嗎 我聽很多學姐說 學美都會有滿多 但我自己經歷到的就是 有一天那個廠商說要帶我們去吃飯 請我們吃飯 結果過去發現那個包廂裡面 全部都是男生的長官這樣 然後要我們跟他們美花做 對 當下我的老師看到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樣子沒辦法 就趕快到我們離開那個會場 這樣多尷尬 直接就撤了 我是沒有經歷到 但是就是聽說 可能以前的學美就是滿多這種 但如果你不去吃這個飯 你的名次就會掉這樣嗎 那妳那一次呢 妳那一次的名次怎麼樣 沒得名 妳看看 真的有這種事情 但是我後來在20歲拿到 台灣小姐冠軍 那場就是真的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吃飯的動作 對 她認為是最公平的一次 因為她拿冠軍 對 妳勾開 對 對 十字名歸 十字名歸 什麼 什麼樣才是 妳要教我們 教戰守則 萬一要去參加怎麼辦 我們也有那個 我們想帶皇冠 選美的技巧要有 要準備什麼 每字每一嗎 選美通常它分很多項目 那是那個 泳裝走秀 然後禮服走秀 禮服走秀 然後機智問答 然後再來是 對 就是一定要答這個 就是那種希望世界和平 然後再來是 我的強項是才藝 然後有一場比賽呢 這場比賽 我們其實每天 生活在那邊 我們所有的一切都列入評分 對 像有一次我比完 我的才藝是美濃紫傘 我自己編的舞蹈 然後我跳完舞之後 我前一屆的那個冠軍小姐 菲律賓小姐 她就跑來說 欸 你這個傘很漂亮耶 對 你是在哪裡買的 她也想要買 我說喔 學姐 學姐這個傘已經用很久了 我回台灣再幫你寄一個新的給你 好 結果這件事就過了 對 到我要回台灣的神一天 我就說學姐我要回去了 你要那個美濃紫傘嗎 我幫你帶 寄到你的國家 結果她跟我說 其實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是騙你的 我是要試探你是好女孩 還是壞女孩 什麼意思 那如果是壞女孩要回什麼 她只是在試探你 你會怎麼回答她 可能壞女孩就說 那個傘就是 看妳的態度 對 看我的態度 還有看妳的那個禮貌 看妳的硬對 我可以送妳一個或什麼 對 所以她也不是真心要的 她就是列入評分 所以她總決賽 就是用這個來記錄 我懂了 就很像玩很大的隱藏關卡 對 或者是一些那種 隱藏關主 或者是一些客人有沒有 然後去店家裡面 神秘客 對 類似這種 五星級評鑑那種 是默默的在做 還有這種 所以妳得罪 有沒有在海外 除了台灣以外 海外得獲最高的獎項 最高我就是拿到 世界眉眼小姐的第四名 然後去年我是拿到 世界旅遊小姐的第五名 跟兩個雙料冠軍 就是才藝的冠軍 跟時裝秀的冠軍 第四 第五 都沒有進前三 今年要去 六月要去印度比賽 希望可以進前三名 就是全世界 她的對手是全世界 對 我們都是一個人出國 一個人 沒有人陪 那誰保護妳 就自己扛著行李 像我有一次去日本參加 國際小姐 我就扛了80幾公斤的行李 然後其中呢 有27公斤的鳳梨酥 那個指向就是要去 跟大家分享台灣的美食 非洲妳也去啊 因為我至少20歲就是 選到台灣小姐之後 我就開始轉戰國際比賽 然後這個比賽 帶我去到很多地方 像我去年去了 希臘 斯里蘭卡 都是沒去過 很難去到的地方 然後去年也有一個插曲 是我本來要去非洲參加比賽 對 然後因為非洲那邊 有比較多疾病 要事前先打疫苗 所以我就花了五六萬字 去打疫苗 結果在我要出發的前一天 就是尾巴衝突 我要去土耳其轉機 就是土耳其轉機怕有問題 所以我就 在比賽前一天 臨時取消了這個行程 可是也沒辦法 就只能很可惜就退賽了 謝謝 繼續努力加油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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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damaged dre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